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奪 今节由我许乐山一个人 请大家记得like我们的影片 还有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整向部浪费冷气》两个频道 希望大家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节回来说一说 已经解散了的言学施政 他们的前召集人 黄日战 或者可以说在这一堂里面最撤毁的 他们经常搞什么街站 叫人修文杂母 要什么革命 勇武抗争 讲很多 这个基本上是麦霸 黄日战一拿起麦 试过看过他们街站的影片 通常是这样的 那些人的街站 如果整个多两个小时 或者两个三个小时 讲到差不多就会重复 因为可能你会有一堆的广告 大致上是怎样 要讲些什么点 讲完就重复loop几次 他很晚了 他没有loop的 这么厉害 有时候我们就着一些话题 讲可能半个多钟左右 或者最多九个字左右 都差不多讲完 他竟然可以讲几个小时出来 就是这些什么革命 什么怎样对抗暴政 因此他也较早前承认了 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 即是港区国安法里面的罪名 其实欣赏这些年轻人 认同他的皇友 就会觉得他只是去争取民主 你争取民主还是争取民主 是不是要用革命的形式 以及要去推翻现在你们所见到的 口中所谓的港共政权 来争取民主自由 你的形式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国家很好管治香港 你不喜欢的 你就要去搞革命 那你还不是在街站叫人一起陪你这样做 这些你还不是叫做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 当然了 你说出来 他都认了 还想怎样 接下来就在明天即是今个星期六24号的时候就会求情 那到时也会有判刑 那话实话 他都还压了一年了 这个排骨仔 据说那些人探他的时候 就说他变成了大只仔 就是说他在还压的时候就很积极 真的 修文习武 他自己有 起码都叫他说到做到先 就算你自己练到有多大只都好 除非你刀枪不入 伸手不凡 老实说 你连一枝砰砰枪都没玩过 气枪可能玩过 或者网上的online game你玩过 接着你跟人说要去革命 你要不要瘋了 看几本什么法国大革命 或者看几本什么革命史 就当自己真的懂得怎样去搞革命 你不要那么天真 你看一看他这个人 他的家里收了什么书 我们都可以略讲一二 他没几天前就写了一篇文 说自己对于判刑的结果 虽然没有什么期盼 但是说自己无怨无悔 对于说自己要去勇武抗争 革命这些 至少他都曾经追求过这些 不遥不可及 但又有很美好的理想 所以有这些苦楚都是甘愿承受的 还说自己很庆幸 生在这个这么动荡的时代里面 还叫大家千万不要看少我们个体的力量 他说他会继续扎然固执 一起昂首走这个未完的路 好 你真的怎么样 你出来还想继续搞这些勇武抗争 革命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只是说 还是真的出来还要那么疯 你说他可能不是这么疯 说而已 那又是另一件事 他就很沉迷 看了那些什么陈云 什么城邦论 港独 他似在那些城邦派 其实都已经被人说他们是癫脑 神神花花 什么黄天击杀 大鹏金刺鸟 那些城邦派的那些 觉得还有一些什么 好像有法力那样 可以令到那个香港 比如说什么国师 最惨的是什么 其实这帮人都开始被遗弃 或者都是很少众 竟然这个黄日战好好地 有书不读 去看这些书 看到他自己也刮了 他其实是小时候 看得太多这些 热血公民 就是热狗 那些人的理论 但是那些热狗做不到 他觉得你勇武抗争不到 我可以 你们这个想法 是可以的 只不过你们做不到 你们做不到 就由我做 其实他的痴线 真的说不买 他是真心交的 说自己已经去还押 第365天 也说自己一早 已经适应了还押 这种监狱的环境 他每一天都会读一下书 做一下运动 有空的时候 就听一下歌 写一下信 令到内心都很平和 还说已经养成了打坐冥想的习惯 不过很搞笑 他说到最后 都说为了分担家人的经济压力 他说未来会多些 就放个patreon出来 分享他的日常 应该是靠一些所谓的编辑 和他会面的时候 说给他听你要写什么 他说多谢订阅去patreon的人 我觉得很好笑 你还押的话 请问对你家人 有什么经济上的影响 你之前都是一个学生 你都未懂得赚钱 不过他们叫做燃鹤施政 真的不知道那些钱从哪里来 又能够有两个斗口 一个斗口就是普通的货仓 就让你放在燃鹤施政的物资 那些去搞街站的东西 或者去那些旗海 有不同的单张 大声弓 很多不同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斗口 可以在商业大厦里面 搞一个小小的单位 就让别人进来 一起聊聊天 围牢 彈一下吉他 讲一下理想 放些书给别人听 什么革命 你们有钱这样的 如果你在环雅的时候 有饭你吃 你真的没有衣服穿 没有衣服换 也会安排这些衣服给你换 我想问一下 带来你的家里 什么经济压力 你之前都未上班 对不对 事说到尾 最后就是告诉别人 我的意志和想法是没有变的 希望大家继续PATREON去养你 我想一下 如果我换个角度来看 假如我是你的同路人 我一定会觉得 就算我PATREON给钱你 你再下去能够做到什么 我给钱养你 或者给钱你 继续去延续你这个理想 有时理想的东西很虚无缥缈 即是继续做这些街站 你出来又不敢再做这些街站 又想怎样 给钱你去外国读书 延续这个力量 在海外能够有什么叫力量 做出来呢 我们很看到 什么罗冠聪 张昆阳 许志峰 这些都叫做很早 就说自己要在海外 又说倡议些什么 又说要制裁 又说到自己很厉害 又香港议会 又怎样的 即是这些国际线 都打不响 再凭你这个黄日战 去到外国 究竟又做了什么出来呢 那为什么要给钱你呢 我真的不明白 很多人都有这些理想 这些理想要钱来养主 又或者是有一种内疚感 觉得好像欺欠了年轻人 我们不敢做 你是敢做 那就给钱你了 你做了出来 而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很惭愧 什么都帮不了手 只在附和 给你一些钱 就当像乞丐打赏 再者 个个都说自己什么政治犯 去了坐牢 还押 个个都放个乞丝兜 Patreon 说到最后 原来都是希望人家给钱你 那究竟呢 你买这些人的罪恶感和内疚感 还有你看看 如果这帮人真的有内疚感 或者叫罪恶感 那他是不是要永远给钱你 才能够消除到自己的这种内疚感 即是那个叫熟罪券 或者这些说法就叫做 这个熟罪券 究竟何时就会令自己磨灭了 没有了这种感觉 可能一个月又不定 两个月又不定 三个月又不定 甚至乎一年了 好吗 不过这些就随缘落座 多多益善 少少无拘 他也有说的 就是感激一些不辞劳苦陪伴他的亲友 也都感激那些叫做写信师 旁听师 送车师 可能会觉得这些小事 不足挂齿 不过在漫长的黑夜里面 都为他带来勇气 还说 当时有看到那些送车师 手机的登海 简直令他流泪 还是要哭到停不下 他说这一幕简直一世铭记 这个死了 他当了这些是人生的高峰 简直 他对于自己在街站 搞了这些事情 现在可能要坐牢 要坐多久 暂时未知 不过他认罪也算好些 不过他虽然说认罪 但他也不是悔改的 只不过我认了这样做 不过他觉得自己这样做不是错 我们看看明天的官方究竟如何判 还有还有什么说 他反而认为现在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去改变他的现况 对于有些人觉得他们叫做 Nigel 或者叫Dogel 就是做来做什么 其实都没意思 他自己也说 或者有人会质疑他们 做了些事情都徒劳无功 他说不过就没有人知道 那个结局究竟是怎样的 他说而历史的书是怎样写成 就由历史写成 所以他说他不愿意放弃 这一句也都近似那些很反对中央 很反对国家的人 他们经常都有一句 斗长命 又或者他们不接受那个现实 自己叫做输了 用很多不同的理由 就说我现在输了 但到最后可能你们的政权就会崩溃 就会没有 他说可能很多很爱香港人都觉得痛心无力 但是周围有很多勇敢和善良的人 各自在他们的领域中心坚小了 就是他还很天真地觉得 现在大家可能不出声 可能大家好像没什么做出来 但各自各都在做着 到时就会一呼百应再一次出来 即是代表什么 他们还很回味2019年6月的时候 那一群人冲出来 创争 暴动 周围大事破坏 他们是很希望这些 还是觉得总有机会 所以这些年轻人都相当疯了 还在想起这些 就是读坏脑 就是看这些书 他说因为我们选择如何过生活 世界就会变成如何 这句说话是对的 也即是举个例 如果大家能够环保一些 少用一些职器的餐具 自然世界就会变成如何 如果你不去回收 用很多职器的餐具 这是大家的选择 如果这样的话 你做得不好的 那环境就会污染 地球的生态资源就不好 举个例子 插开一点说 现在台湾很多地方 你自己自备一个环保杯 即是自备一杯给它 或者一个容器 你去买珍珠奶茶 或者去咖啡店买咖啡 有些会标明 因应引号政府 有5元的新台币的宽减 可能你本来买一杯饮品 是95元新台币 那就会变成90元 当然有些店铺就说 我们不用环保杯 所以就不用洩5元给你 其实某程度上是赚少了 不是啊 你的杯也要成本的 你的饮桶也要成本的 喝桶也要成本的 喝桶就不算 总之要省一杯 有些人就去某个大型的购物场 因为它有个小食堂 挺出名的Costco 买咖啡的时候 就去问那个店员 你们给你杯子可以吗 自己带来 给你咖啡杯 那个职员说可以 接着针完给他之后 就没有给他5元 原来他们有这个杯 就是你可以自己给他杯 但是就不会给你钱 因为他们那家店 就没有这个条例的规范 所以可以不给 那些人就说他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 拿回这5元 而接着要做这些环保的工作 我们是为了地球 好些 想世界变得更加好 所以我们才带自己的杯 如果你问我 我自己也是倾向于自备杯 环保是其一 5元新台币都是其一 其实最重要 我觉得拿杯子去回收 就很麻烦 我又要充一充它 又要收好它 之后又要再拿去扔回去 就是找回收箱 虽然到处便利店都有 但是都是麻烦 我喝完的就回家洗 又或者因为杯子有保温 我就有了 因此也可以保持到冰 冰不要那么快 你买杯冰咖啡 如果你不是环保杯 很快溶 还是淡 就没有喝的 如果我的杯子 效果不错 我可能放两个多钟 就会更好喝 好了 插得远了 回来讲一下王日箭 他说 现在想象的恐惧 远比现实可怕 即是现在在说 他面对的世界更加可怕 其实现在的社会环境 有什么可怕 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像那些人那样 你不喜欢的 就会离开香港 去英国寻找新生活 也可以 去加拿大 什么签证 那些读书救生艇 也可以 澳洲也有读书救生艇 也可以 很多不同的东西 去泰国 也都有好几种的签证 可以给你在那里住 五年十年都有的 还要不是限死你什么移民那些 即是给一个长一点的居留 就行 很多地方都有各自各不同的形式 你不喜欢的 真的可以离开 你喜欢的就一直留在那里 其实很简单 有什么可怕 是不是随便抓人 或者随便屈你 是没有屈你的 你明明看到有港区国安法 你仍然都要这样做 所以才要拘捕你 不是要落案起诉你 他说都记得 种种发生过一切 他要好好呼吸 好好思考 好好活着 继续一起走这段未走完的路 不要发那么多梦 这些年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如果他们怎样会醒 当他们真正出来做事 翻过工 赚过钱 要自己应付自己的生活 就会知道 原来社会的运作是这样的 还有有些人就不太明白 怎样叫做大市场小政府 其实政府能够干预下去的东西很少 都是各自各自在工作的地方 或者整体社会 甚至世界的经济环境 左右了你的生活 就是这样 现在加息 就算你不是买楼的 你租楼的 你租楼的 那租楼的业主 如果他还没供完层楼 他加了息 他一定加在你身上 就算不加到十足 起码都加了七成八成 大家分享经济的负担 没理由在我的袋里扣钱给你的 你到时自己也有压力 这个加息的大环境是全世界的 就算你抗争的话 打到香港破坏了 换了个特区政府 你们王之锋做政府 你都是要加息的 你不能叫他不要加 最先是汇丰带头 你不能叫他不要加 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的损失是谁 到时候是股东 你觉得有民主自由就可以影响到 不会吧 就是这人太天真了 连世界怎么运作都不知道 但是要叫大家有什么理想 又是一条未走完的路 革命完 很多东西都还是要去面对现实的 现实是残酷的 真是残酷的 大家怎样走过来呢 这段路 不是你们在说那些什么抗争 想着想着当然很美好 实际你连书都没读完 你都不知道世界是怎样 那好了 今次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